和恐龙戴诺学习 嗨戴诺 今天我们来一边玩多米诺骨牌一边学习好吗 太好了 那我们开始吧 戴诺 快看 红色的骨牌组成了字母A 很好 我们来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形状吧 绿色的骨牌组成了字母B 太棒了 我们继续吧 戴诺 这儿有蓝色的多米诺骨牌 快看 这些骨牌组成了蓝色的云 太棒了 我们来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形状吧 戴诺 这是黄色的骨牌哦 你快看 这些骨牌组成了黄色的太阳 简直棒架直棒极了 戴诺 你找到了全部的骨牌呢 一起来总结一下吧 红色的字母A 绿色的字母B 蓝色的云 黄色的太阳 再见 戴诺 我们下次再见咯 嗨 戴诺戴娜 今天天气真好啊 你们想学点新知识吗 太好了戴娜 快去按下戴诺转盘 看看我们今天要学什么吧 快看呐 是数字按钮 指针下一步会指向什么呢 是蔬菜 地点会在哪呢 我们要去菜地里摘蔬菜 学树刺 太好了 那我们出发吧 哇 有好多蔬菜啊 我们快开始吧 带娜 快看 那些植物都是什么蔬菜呀 小恐龙们 是西红柿哦 一 二 三个西红柿 太棒了 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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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看看其他蔬菜吧 带娜 地上都是什么呀 太棒了 现在我们有土豆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个西红柿和土豆 带娜 你太棒了 带娜 轮到你了 我们继续 带娜 快看 是胡萝卜 太漂亮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个蔬菜 太棒了 带娜 带娜 干得好 伙伴们 我们今天学到了好多种蔬菜呀 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西红柿 土豆 和胡萝卜 太棒了 小恐龙们 谢谢你们和我一起学习了蔬菜 那我们下次再见 和恐龙戴娜学习 嗨 戴娜 嗨 戴娜 今天我们来玩跳房子游戏 学习字好吗 太棒了 那我们开始吧 一 二 看 前面有一个障碍物 你们需要跳过去哦 三 伙伴们 你们太棒了 这里要选中切的方向哦 你们要选四号吗 还是要 X标记的地方 那我们就选四好吧 四 五 五 六号在哪里呢 看哪 在那儿呢 你们能跳到六号那里去吗 六 七 伙伴们 你们真棒 我们继续吧 这里又需要选方向哦 你们要选X标记的地方吗 还是选八号 那我们就选八好吧 八 九 伙伴们 这是最后一步了 你们一定做得到的 十 戴诺 戴娜 你们太棒了 我们回到出发点好吗 这样就能一起总结一下 学过的数字了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太有趣了 朋友们 再见咯 和恐龙戴诺学习 嗨 戴诺 戴娜 戴娜 你们在享受着阳光光亮的好天气吗 今天我们来学点新东西怎么样 好的 小恐龙们 戴诺 快转一下戴诺转盘 看看我们今天要学什么知识吧 大晴天 我们学习 我们玩耍 戴诺转盘转起来 知识大门就敞开 哇哦 太刺激了 是颜色按钮 看看指针下一次会指向哪里吧 我们要去粉刷 去哪里呢 戴娜 那不是你家的照片吗 戴娜 我觉得这是要一边学颜色 一边粉刷你的房子 是不是很酷啊 好的 小恐龙们 我们去找一些涂料和刷子 然后开针吧 戴娜 快看看这些我们用来粉刷房子的工具吧 我们有涂料和刷子 还有滚筒刷 戴娜 那我们就出发去你家吧 太好了 走吧 哇哦 戴娜 你的房子的确需要刷一刷 戴娜 你先来选一个颜色吧 戴娜 你知道那是什么颜色吗 没错 戴娜选了橙色来刷墙壁 戴娜 你来选下一个颜色吧 戴娜 你能告诉我们戴娜选的是什么颜色吗 正确 戴娜 戴娜选了蓝色来刷屋顶 现在我们来刷前门吧 戴娜 你想把前门刷成和自己一样的粉色吗 那我们开始刷吧 戴娜 快看 你的门是粉色的了 好的戴娜 后号由你来选颜色 你想选哪个颜色呢 你也要选和你自己一样的颜色吗 你们俩能告诉我那是什么颜色吗 没错 戴娜把挂起来的花篮刷成了黄色 戴娜 我们用橙色刷了墙壁 蓝色刷了屋顶 用粉色刷了前门 黄色刷了花篮 戴娜 你的房子已经粉刷完毕 小肯龙们 做得真不错 今天真是有趣 谢谢你们和我们一起学了颜色 我们下次再见咯 嘿 戴娜戴娜 今天真是一个美丽的夏日 对吧 快去按下戴娜专盘的按钮 看看今天我们要玩什么吧 让我们看看指针会指向哪里呢 是数字按钮 指针下一步会指向哪里呢 是一个贝壳 那我们会去哪里呢 我们要去海滩 我们要用海滩上的物品来学数字 赶快出发吧 戴娜 戴娜 我们来把学数字变成游戏好不好啊 那么就由我来向你们发起挑战吧 你们现在能找出数量唯一的某个物品吗 那是一只螃蟹 真棒 戴娜 你能找到海滩数量为二的物品吗 戴娜 你太厉害了 这是两个糖仪 一 二 戴娜 你想来试一试吗 你能找到数量为三的物品吗 太棒了 戴娜 那是三只水桶 一 二 三 戴娜 你想最后来试一次吗 你能找到数量为四的物品吗 太厉害了 戴娜 这是四只贝壳 一 二 三 四 戴娜 戴娜 你们做得非常好 我们来复习一遍学过的数学好吗 一只螃蟹 两个糖仪 三只水桶 四只贝壳 你们喜欢今天的数学学习吗 太好了 你们还能找到其他数量为二的物品吗 是给你们的两只冰棒 我们下次再见咯 嗨 戴娜 嗨 戴娜 你们好吗 今天你们想学习新知识吗 太好了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的 快去按下戴娜转盘的按钮吧 大晴天 我们学习 我们玩耍 戴娜转盘转起来 知识大门就打开 看呐 是颜色按钮 下一步会是什么呢 我们要建一个玩具屋 地点是在哪里呢 我知道了 我们要去公园建一个玩具屋 学颜色 戴诺戴娜 你们想通过搭玩具屋 来学习颜色吗 首先 这是我们建玩具屋的零件 看 蓝色的是给戴诺的 紫色的是给戴娜的 我们这就去公园看看 我们会学到什么颜色吧 准备好了吗 你们准备好用纸板来搭玩具屋了吗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戴诺 把蓝色的屋顶 放在屋顶的图示上 太棒了 戴诺 玩具屋现在 有蓝色的屋顶了 戴娜 轮到你了 我们来安装你的部分吧 戴诺 你做得很好 玩具屋现在变成紫色了 伙伴们 我们继续来搭吧 好的戴诺 这个绿色的纸板给你 戴诺 黄色的给你 戴诺 现在把你的绿色零件 安装在屋顶中间 太完美了 戴诺 戴诺 轮到你了 把你的黄色窗户 安装在紫色的玩具屋上吧 太棒了 戴诺 伙伴们 你们干得棒极了 玩具屋已经搭好了 今天你们学到了好多颜色呢 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 没错 戴诺 你们学到了蓝色和紫色 是的 戴诺 还有黄色和绿色 戴诺 戴诺 快去玩玩具屋吧 我们下次再见 嗨 戴诺 戴诺 见到你们真开心 今天要不要来学点新知识呢 快去按下戴诺转盘的按钮 看看今天要学什么吧 纸针会停在哪里呢 是数字 下一步呢 快看 是一辆遥控车 我们会去哪里呢 是彩球池 我们要用遥控车来学数字 还要跳进彩球池里 真是太让人激动了 真是给你们的遥控车 别忘记遥控器哦 好了 我们开始愉快地玩耍吧 我们到了 你们需要遥控小车 开下斜坡 让它们在空中旋转 我们还要数一数 它们一共旋转了多少次 戴诺 你先来 戴娜太棒了 你的遥控车 完美地旋转了一次 好了戴诺 现在轮到你了 哇 太精彩了 你让小车旋转了两次 戴娜 该你了 戴娜太厉害了 你让小车旋转了三次 干得好 我们来看看 你能让遥控车旋转多少次吧 简直太棒了 你的小车翻转了四次 很有意思对吧 你们想要数数 小车翻转了多少次吗 好的 一 二 三 四 今天学到了好多知识啊 我真为你们感到高兴 小恐龙们 下次再见 嗨 戴诺 戴娜 你们好呀 今天你们想学点新知识吗 太好了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的 快去按下戴诺转盘 看看今天要学什么吧 大晴天 学语玩 戴诺转盘转起来 知识大门就敞开 看呐 是数字按钮 下一步会是什么呢 我们要庆祝 我们要庆祝情人节 地点是在哪儿呢 我知道了 我们要去公园庆祝情人节 戴诺戴娜 你们愿意学数字 数星星糖果吗 首先 这是我们的数字 看 一号星星糖果 给戴诺 二号 给戴娜 我们这就去公园 看看我们要学哪些数字吧 嗯哼 你们准备好 学习第一个数字了吗 嗯哼 那就开始吧 戴诺 把你的一号糖果 放在一号情人节桃心上 太棒了 戴诺 情人节桃心上 有一颗星星糖果了 戴娜 轮到你了 把你的二号桃心 放在二号情人节桃心上吧 太厉害了 戴娜 情人节桃心上 有两颗星星糖果了 伙伴们 我们继续来数数吧 好的戴诺 三号糖果给你 四号糖果给戴娜 戴诺 把你的三号糖果 放在三号情人节桃心上 完美戴诺 戴娜 轮到你了 把你的四号糖果 放在四号情人节桃心上 太棒了 戴娜 你们太厉害了 今天学到了好多数字呢 还记得是什么吗 哦 没错 戴诺 你们学到了数字 一 二 是的 戴娜 还有三 和四 怎么了 戴诺 你是问能吃糖吗 当然可以了 哦 戴诺 戴娜 情人节快乐哟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